好,在看完了生词和短语之后 下面来看看25个的课文 看看这个激烈的精彩的比赛 动人心弦 这个比赛是如何发生的 先看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ailing ship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adiz Ark can still be seen at Greenwich 在19世纪最著名的帆船之一 叫卡蒂萨考帆船 今天在格林尼治这个地方依然可以被看到 那么这句话稍微有些复杂 咱们先分析下它的语法结构 那么这句话的主语比较长 逗号以前的都是句的主语 19世纪最著名的帆船之一 这是主语 然后The Cadiz Ark 是做前面那个主语的同位语 是哪艘船呢 卡蒂萨克号帆船 我们以前说过 在第十个就讲过 在表示船只的名字前面 习惯上要加一个定物词 The Cadiz Ark 而且在做同位语的时候 这个The可以省掉 也可以不省 在这个地方没有省略 当然也是正确的 这个知识咱们一会儿会详细地说 做复习 然后位语就是 Can still be seen at Greenwich 在格林尼治这个地方依然能够被看到 注意 这个格林尼治城市的名字 是不可以做发音 不要读Greenwich 不是这么读的 我们跟老师大声了没 Greenwich Greenwich 叫格林尼治是个不规则发音 这个主语 我们下面看看这句话中的一些细节 首先注意这个主语叫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ailing ships 叫最著名的帆船之一 注意 这个表达在英语中特别常见 英语中的最高级未必是唯一的 但是放在中文中的这句话很多人认为是并句 因为中文中一般不是最美丽的女孩之一 最美丽的往往就一个 最著名的就一个 但英语中不是 最高级可能有多个 所以最什么什么之一在英语中是个常见表达 是正确的 最著名的帆船之一 19世纪最著名的帆船之一 The 19th Century 有关世纪的一些重点表达 也是咱们写作中一些常见的 比如在19世纪早期中期末期等等等等 这些表达我们看有关世纪相关的 咱们看一看 这个时候由于它时间比较长 一般家介绍in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在19世纪早期 in the middle 19th century 19世纪中叶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在19世纪末期 19世纪就是18期几年的时候 还有在19世纪刚开始的时候 19世纪初 这个时候时间比较短了 比较短的时间 我们习惯用at这个介绍 我们可以用at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 这个turn就刚翻转过来 由18世纪刚翻一二到19世纪 是在19世纪初期 非常好记 还有at the dawn of the 19th century 当时叫做太阳升起来 天亮了 19世纪阳光升起 太阳升起的时候 那不是19世纪初吗 或者说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这更简单了 19世纪刚开始的时候 同样的 在19世纪末期 注意孩子家记词a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但其他的世纪也行 这是早期中期末期 以及初和末 这个大概的表达 包括记词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本文中再看的同位语 The Cuties Arc 咱们在第十课说过 传之的名字前面 习惯要加一个定国词the 咱们先复习第十课题目 The Lost of the Titanic 加定国词the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还有呢 像本课书题目 The Cuties Arc 卡地萨克号 翻船的名字 还有我们包括第四册 第27课的题目 The Vassa 巨轮瓦萨号 也是船只名字前面 加定国词the 但是我们在以前讲过 这个做同位语的时候 往往这个the 就船只名字前面 这个the可以省略 但是这个省略不是必须的 省也行 不省也行 但如果不是同位语 这个the必须留下 这个细节记住 咱们复习一下 比如说先看第十课里边 五十页课文第一行 五十页课文第一行 你看 The Great Ship Titanic sale for New York from Southampton on April 10,1912 巨轮泰坦尼克号 在1912年4月10号 从南安顿起航 十方纽约 你看Titanic 做Grid Ship的同位语 这个the被省略了 加上呢 加上也对 加上也对 那我们再看这个 在第32课里面 150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也是课文开头 150页课文第一行到第二行 你看又出现船了 The Small Ship Alker which had been searching the Barency for weeks was on its way home 小船二十颗号 在巴伦之海搜寻了几周之后 目前正在返航的途中 这个Alker 做前面的Small Ship的同位语 这个the The Alker 那个定管词the 但是读的时候通论the 因为Alker 是原因开头嘛 但这个the被省略了 这个省略是正确的 可以的 本文中没有省 没有省也对 你再看本课书中 就是本课书第一行 第二行这句话 你看这里边的Cardis 依然做前面的同位语 但这个the被留下了 留下也对 去掉也对 同位语 这个时候是灵活的 但如果不是同位语 留下的别忘记 好 大的地方一般加in 不是小的地方才加at 嘛 arive in Beijing 到了北京 arrive at the school 到了学校 小地方用at 大地方用in 那格林基地是城市 为什么加at呢 这我看参照系大小了 如果你作为人来说 一个城市当然是大的 但本文中呢 把地球当作个参照系 在地球的这个城市 能够不会看到 别的地方没有 那么对地球来说 这城市就是个小点了 就是这就是用at就好了 所以这大小是看参照系的 本文中 以世界作为参照系 那城市就是个小点 另外注意这个granate 格林尼治 这个是个特殊的城市 为什么 因为这个英国著名的 这个天能观测台 在这个地方 所以英国人嘛 他科技发达 当初这个京线的零线 就本出植物线 从这个格林尼治 这个城市穿过 其他的时区是一致 加一小时 减一小时 所以这个城市比较特殊 我们有个世界标准时 叫GMT 叫Grainage Mean Time 世界标准时 就是这个 比它加一小时 减一小时 是以穿过这个京线零度 以它作为标准 作为基准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时区图 大概这个片段 这个部分 你看这上面 一道一道的细线 其实就是我们的京线 在这个地方 就是United Kingdom 叫联合王国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小蓝点这个地方 就是Grainage 格林尼治 这个观像台就在这里边 然后这条线 就是本出植物线 就是京线了 那么这个格林尼治时间 就是世界标准时 就这个意思 不同的时区 也是按照这个去划分的 这就当做尝试就好了 这个大船 在格林尼治这个地方 依然可以被看到 我们确实到Grainage的地方 能看到这个大船 我们看看目前这个大船的照片 这是陈列在格林尼治这个城市里边 依然能看到这个船 什么大的那个桅杆啊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挂住翻的这些绳子 依然可以看到 这个船口也能看到 这就是著名的卡地萨克号帆船 在格林尼治依然陈列 好 第二句话说 但是这船不能下海了 She stands on dry land and is visited by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它现在矗立在陆地之上 并且每年有数千人来参观这艘船 那么这个she 这船又不分公母 为什么she呢 这又是常识 第十课咱们讲过这个知识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说过 指车 指船 指祖国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she 而不用这个it 这是咱们讲过的知识 咱们做复习 你像第十课 五十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 She was carrying 1316 passengers and a crew of 891 这个这个泰坦的一个号船 上面搭载着一千多乘客 八百多船员 这个指船用的是she 没问题 还有我们见过的例子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She won't start 我的车怎么了 它不能启动 你看指自个的车 用she 还有China has done what she promised to do 中国已经做到了 它承诺要做的事 这个指祖国也用she 是可以的 这是第十课讲过知识点的一个复习 好 那么现在他处理这个stand不说了 多次讲过就处理 这种主动就站在这个地方 处理在干的这个地上 就汉地上 陆地上了 并且被人参观访问 这就不说了 被数以千计的人每年到这来 但下一句话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的一些表达 咱们看第三句话 它说 She serves as an impressive reminder of the good shapes of the past 那么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使我们回忆起历史上的那些巨轮 它有这么一个作用 有这么一个功能 首先这个位移动词 She serves as 出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五星级的表达 叫serve as 这个serve在这不能反正服务了 serve as表示发挥某一个作用 当做什么什么东西来用 这个咱们以前讲过 相当于be used as be used as 当做什么东西来用 发挥什么什么的功能 有什么什么作用 咱们当时在第三课就讲过了 这个地方当做一个祭祀用的场所 对吧 还记得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is room can serve as a study 这个房间可以当做一个书房来用 注意用主动结构 发挥什么作用 当做什么东西来用 主动 serve as 对吧 再比如说 你看比较抽象一点也行 你看在本文中的搭配比较抽象 这个句话同样抽象 Her death should serve as a warning to other young people 这个女孩子的死去 应该可以作为一种什么呢 作为一种警示 对于其他年轻人的警示 不要犯类似错误 否则的话 这下场是很可悲的 你看 发挥这个作用的功能 她的去世 可以当做对其他年轻人的一个警示 一个警告 你看当做这个作用来用 叫 serve as 是可以的 那同样我们看在四册的第七课里边 四册第七课 叫蝙蝠这个书 这句话很长 我们看片段 Not all sounds made by animals serve as language 这是not go all 放在一块 咱们未来会说 这是个部分否定结构 咱们三册也会出现 在后面会讲 并非所有由动物发出的声音 都是当做语言来使用的 你看这个 serve as 也是发挥某个作用 有某个功能 当做语言来使用 serve as language 这个用的特别多 这是复习 我们讲过 它还可以相当于 除了用比较简单 比use as 还可以主动结构 act as function as 都行 都是有发挥某个作用 发挥某个功能 还记得吗 我们以前讲过是复习 看例子吧 a 5-year sentence should act as a deterrent to others 一个5年的一个 sentence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22个生词中讲过 sentence做动词 可以表示宣判 he was sentenced to 5 years in prison 他被判处 5年有期徒刑 那么就是一个5年的这个判决 应该可以当做 对于其他人的一个威慑 deterrent 叫做一个威慑性的东西 可以起到威慑作用的东西 在这是一个名词 我们读一下这词 deterrent deterrent 可以作为对他人的威慑 以后你们做这事的话 也会被判刑5年 他们一般不敢做了 function as 也行 你看 some english adverbs function as adjectives 有一些英语中的副词 可以当作形容词来用 作为形容词的用途 有形容词的用法 这是看到 跟service类似的 这两个搭配 都是主动结构 可以记住 但本文中的后面不好翻译了 she serve as an impressive reminder of the good ships of the past 它可以当作什么呢 当作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reminder reminder这个词不好翻译 因为中文中没有正对应的字 reminder什么意思呢 就是使人回忆起其他东西的这么一个东西 一看到这个东西 回到别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就叫reminder 你看没有一个正对的字 使人回忆起其他事物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再读一下 reminder reminder 我们知道这个词来自动词reminder 使人回忆起 那么这样的东西很多 比如像souvenir 像纪念品 就是一个reminder 看到这个纪念品 可以说回忆起那次旅行 还有像memo 备忘录 也是一个reminder 看到这个备忘录 我回忆起以前发生的事 避免我忘了 我们分别读一下 先读一下纪念品 souvenir souvenir 再读一下备忘录 memo memo 它们都属于reminder 严格来说都是reminder 但是reminder中文中 没有一个对应的名词 所以reminder呢 一般我们在中文中 当作动词来翻译 咱们多翻译成提醒人们 或者使人们回忆起什么什么 来当动词来翻译更通顺 你看我们参考一下这句话的翻译 123页 这个译文翻译的特别好 咱们看123页 译文的第二行 译文的第二行 他说 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使人们回忆起 历史上的巨型轮转 这个翻译的不错 使人们回忆起 reminder名词不好翻译 等动词来翻译就好了 咱们试着翻译几个句子 比如说看这么一句话 Alison's story is a reminder of how vulnerable women can be in what is still essentially a man's world 咱们尝试翻译一下 咱们尝试翻译一下 Alison身上发生的这个故事 是一个reminder 是什么呢 就是她的故事可以提醒人们 提醒人们什么呢 在一个基本上来说 还是一个男人掌握的世界里边 那么妇女可能会有多么样的脆弱 你看在这里reminder没有当名词翻译 翻译成动词了 再来遍 Alison身上发生的故事 可以提醒人们 在一个基本上还是男人把控的世界里边 女人女孩子可能会有多么的脆弱 reminder 提醒人们 使人们回忆起 当动词来翻译 那本文中的搭配 可以进一步把它记住 也是固定用法 就是serve as a reminder 或者用act as a reminder 都是常见的固定用法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be a reminder 意思一样 翻译成中文是 也是翻译成使人们回忆起 或者是提醒人们 这个意思 serve as act as a reminder 这搭配把它背起来就好了 也是提醒人们使人回忆起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看看这句话 the drop in stock prices serve or acts as a reminder investing is a form of gambling investing就投资 gambling就赌博 它来自gumble这个动词 drop下降了 咱们以前在第八课讲过 温度股票的下降 这个股票价格的下降 使人们回忆起 或者说提醒人们 什么呢 投资是一种类型的赌博 买股票某种程度 跟赌博是一样的 很大程度上要看运气 提醒人们注意 你看跟be a reminder 含义类似 再看一个句子 the accident served 或者acted as a timely reminder of just how dangerous speeding can be 这起事故 已经发生了 用一般规矩试了 提醒非常及时的 提醒人们注意 超速驾驶会有多么的危险 撤回人亡了 你看这只提醒人们注意 这只不叫timely修饰呢 就及时的提醒人们注意 超速驾驶会有多么的危险 你看这个 service act as a reminder 通过这个老师的讲解 和一些例句 相信大家在写作中 也会用这个高级结构的 非常漂亮 好 我们看一下一句话 before they were replaced by steamships sealing vessels like the cutis arc were used to carry tea from China and wool from Australia 这句话咱们还是看看 语法结构的分析 10号之前 这个黄颜色的明显是 时间壮与从具 在他们 就是被这个 蒸汽轮所替代之前 这个sealing vessel 就翻船了 like the cutis arc like这个画横线的协体字 明显是后制定语修饰翻船 这个like在这不可能是动词 如果动词的话 这出现动词怎么回事呢 这位于动词吗 那为什么用一般现代词呢 这动词是喜欢吗 也不可能翻是喜欢吗 做借词翻译成像 像卡迪萨克号这样的翻船 这是借词端语到后制定语修饰这个翻船 怎么样呢 他们被用来怎么样 carry tea from China 从中国运来茶叶 还有呢 and wool from Australia 从澳大利亚运来 这个羊毛 tea from China 和 wool from Australia 是并列的 两个兵语做carry的兵语 这是语法结构分析 下面看细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before引导的 时间壮与从句 里面出现个动词叫代替 我们现在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replace replace 这个词是个极物动词 代替某个东西 在生活中用的特别多 先看一个简单例子 robots are replacing people on assembly lines assembly lines 就是我们说的装配线 流水线 robot是机器人 机器人现在在流水线上正在代替人类 慢慢慢慢的人被机器人代替了 这是代替 这个词用被动也用的特别多 尤其像本文中这个 be replaced by 被什么什么所取代了 这个用的也特别多 我们先看一个 先看本剧中吧 在他们被气轮取代之前 be replaced by 这种被动 被什么什么所取代了 那么他们淘汰了呗 有蒸汽轮了 开得更快了 更安全了 我们再看第45号也出现了 208页的第21行到第22行 208页 201到第22行 45颗 新闻报道的为例 The old farmhouse a farmhouse the family lived in was to be replaced by a new 500,000 dollars home 以前这一家人住的这个 老的农舍 即将呢 就要被一个新的 价值大概50万美元的 一个新的房子所代替了 be to do 可以表示即将怎么样 这是过去将来的意思 很快要被一个新的房子所代替了 被什么取代 叫be replaced by 这个结果也是固定的 那么在本文中是在他们被气轮 蒸汽船取代之前 steamship叫气轮 这个轮船的各种轮船的图片 咱们在第10课见过 咱们复习 第10课就讲过steamship 叫气轮 一般中间有个大烟囱 通过蒸汽机原理当动力的这个气轮 就比纯粹靠风刮的这种帆船 又更可靠一些了 气轮 那么sealing vessels 就是帆船 大家注意帆船 好几个表达 这个vessel本身跟ship是近义词 就是表示轮船或者大船 这个意思 就是ship 你看本文中帆船出现好几个表达 为了避免重复 咱们再回顾 在第一行中 在第一段第一行出现sealing ships 表示帆船 在本句话中用的是sealing vessels 也是帆船 这ship就是vessel 这是替换呢 还有在第10行 咱们看第10行又出现帆船 它用的是ships with sails 它替换都不好换了 干脆说一个有帆的船 其实也是帆船 这是在一个同一个段落中 离得比较近的地方 但尽量不用相同表达 就好了 这是一个替换 好 那么后面说 like the cardisan 咱们说了就是后制定语 像卡迪萨克号这样的帆船 怎么样呢 备用来当做什么来用 备用来从中国运茶叶 澳洲运羊毛 be used to do 是备用来做毛事 这是字面意思 这个都知道 但做变系 如果be used to doing something 这是备用来做毛事吗 不是了 是什么意思呢 习惯于做毛事 还记得吗 在第二课说过 I am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这跟备用来没关系了 习惯于做毛事 这个是used 是一个形容词 还有一个used to do 前面没有避动词 不是被动了 什么意思呢 过去常常 过去曾经 I used to get up early 我以前常常早起 是这个 这三个结构特别像 放在一块 注意变系 不要搞混 那么从中国运茶叶 T我们说表示茶叶不可数名词 WOW 羊毛也是不可数的 这不能复数 好 我们下面 接着看下面一句话 他说 The Cadizac was one of the fattest sailing ships that has ever been built Cadizac号帆船 是曾经被建造的 这个船中最快速的帆船之一 那么这个里边有一个定语从具 咱注意 它用的是 that has ever been built 这个定语从具 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 第一个是关系 that's that 在这当然是 在定语从具里面当主语 后面是被动 这是主语 但是它为什么不用which呢 因为先行词前面 有形容词最高级的fattest 这个形容词修饰 我们注意 如果在定语从具 先行词前 有形容词最高级修饰 那么后面关系代词 一般就不用which 一般也不用who或者whom 而用that 这个关系代词 本文中有这个fattest 最高级 我们再看第十课中 也出现了 五十页的第四到第六行 咱们回顾一下 五十页的第四到第六行 At that time However She was not only the largest ship that had ever been built but was regarded as unsinkable 看到这就好了 然而在当时 这个太太尼克号帆船 不但是建造的船中 最大的一艘 The largest ship 有了最高级修饰 后面一样 没有用which 而用that 同样前面有最高级修饰 人的时候 同样也不用who 而同样用that 这是一个规矩 一个规律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 关系代词 另外一个注意它的 未语动词的主动词 后面说 that has everything built 用的是has 但用同时 先行词 sailing ships 不是复述吗 为什么用单数处理呢 因为前面有一个one of 这又是老知识的复习了 在第九课中 我们曾经说过 第二单元 不要把第一单的知识 交给老师 咱们复习 one of 再加复述名词 再加定义从具 什么who啊 which 后面加的未语动词 里面用单数 用复数都行 那么用单数呢 就强调前面这个one 用复数呢 就强调前面这个复数名词 都可以 就后面关系代词 在定义从具做主语 未语动词 单复数均可 在新概念体系里边 亚历山大倾向于 都用的是单数 但是我们国内的 中小学的考试里面 一般呢 习惯用复数 这两个都对 但有些中小学老师说 用单数是错的 这个他讲错了 单数也完全正确 复数也完全正确 两个都正确 所以中小学又是讲课里面 会有些问题 但如果在中小学考试的时候呢 还是按照我们老师讲的 他既然他出题嘛 我们还是用复数 但我们要知道 用单数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先看本剧中 他用的是 one of the fatty sitting ships 后面用的 that has ever been built 前面他重点强的这个one 所谓卫语动词 用了单数 还有很多很多 你比如下第九课里面 咱们复习 46页的第五行 到底七行 46页第五到第七行 one of the things that fascinates us most about cats 那么关于猫 最令我们着迷的事情之一 你看one of the things 它后面是 that fascinates 我们加s来 第三成单数啊 为什么呢 它指来的是 前面这个one 用的是单数 那不加s 或者这个地方用have 用复数 都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时候 他强调前面的复数 名字ships 还有things 两个都算对 只不过新概念里面 喜欢用单数 咱们再看在第二册的 第二十八课里面 第二册的第二十八课里面 Jasper White is one of those rare people who believes in ancient myths 这个人是那些非常罕见的人物之一 什么人呢 他们相信古代的那些神话故事 你看one of those rare people 用的是people 但后面位于动词 who believes 用的是单数 它强调前面那个one 这个地方去掉s 也是正确的 那么就强调后面那个people 都可以 但是咱们回顾一下 在第九课里面 说过这个知识 如果在one 前面有定管词the 来限定 the only one 什么the most important one 由定管词在来限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那么定语从俱后面位于动词 一般就都单数了 因为他特别强调前面那个one 我们在复习当年曾经讲过的一个 托福改错题 John is the only on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 that never admit making a mistake even when it is pointed out to him 约翰是这学生中 唯一的这么一个 班里的唯一一个学生 是什么学生呢 他说呢 that never 就是他从来也不会承认犯错误 甚至当这个错误被指出 是他犯的时候 他还是拒绝承认 that 关系代词 在这没有错 因为指人 指示物都能用他 没错 admit 必须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是the only one 有了这个the来限定他 那么这个位于动词呢 因为这关系代词修饰吗 位于动词得用admit 再改一下 看到了吗 这是没有灵活性的 如果one of前面有定管词 the修饰特别强调这个one 那么后面位于动词 它的定语从俱的位于动词 一定得用单数处理 如果没有the来限定 one的加附属名词 那么定语从俱为动词 单数处理都是正确的 这是复习在第九课说过 那 好